大家好,聖誕快到了! 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個有少少聖誕色彩的栗子雪花包 材料分別有高筋麵粉、大筋麵粉、酵母、糖、蛋、鮮奶、無鹽牛油和鹽 還有栗子溶,栗子溶這部份稍後再說 先把酵母、糖和鹽放在麵粉上攪拌均勻 然後加入濕的材料分別有蛋液和鮮奶 鮮奶我會放剩下一點,等待有需要的時候再放鮮奶 搓到差不多,如果麵團太乾的話 可以逐少加上剛才剩餘的鮮奶 以上的材料都搓均勻之後 就可以加上冒鹽牛油進去繼續搓了 麵團煮至瓜滑起筋之後 將它滾圓 然後進行第一次發酵 然後進行第一次發酵 麵團煮至瓜滑起筋之後 閉羹 屁面 白餅 漸 됐 麵糰發酵完之後我們把它放回到工作台上 然後輕輕拍打一下它進行排氣 然後就可以把麵團分割成8份 今天我們會做兩個小雪花包 每個雪花包都是由四片組成的 所以就要分割成8份 怎樣才知道每個麵團要多重呢?很簡單 只要把各種麵團的重量除以8 就可以知道每個小麵團的份量 如果你只做一個大的雪花包 你除四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把每個小麵團滾好 然後再剩20分鐘作為鬆弛 我們就趁這20分鐘去處理栗子蓉 栗子蓉有分有糖和沒有糖 如果你買到的是無糖的栗子蓉 你可以自己加點煉奶 去調攪一個合適的甜度 另外也可以加點牛奶或者淡忌廉 令到栗子蓉更加順滑 我們待會敏起來也會更方便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手提攪拌器 把栗子蓉輕輕打一打都可以 現在就去到造型的部分了 我們先拿一個小麵團出來 然後輕輕壓扁一下它 再把它滾成一個圓形 如果滾的時候發現麵團的回彈力很強 你就可以再把麵團靜置多5至10分鐘 千萬不要一直跟它鬥力拉 否則這樣就很容易拉斷我的筋 會影響到麵包的口感 我們要盡量把4個麵團壓到同一個大小 但這樣對手殘的我來說是非常有難度的 但不要緊,我待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技 搖好麵團之前 我們可以在上面是塗上栗子蓉 不需要塗很厚,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另外的外圍就盡量把它留白 會方便我們待會把它黏合 我們塗完一層的栗子蓉之後 就可以蓋上另一塊的麵團 然後再塗一層的栗子蓉,如此類推 我們都需要塗三層的栗子蓉 所以每一層都不需要太厚 不用怕塗這麼少,不夠栗子味 不會的,待會出來也是很夠栗子味 好,當我們完成了栗子蓉這個工序之後 小秘技就來了 我們將小碟放在麵團上面 然後用把刀切走多餘出來的麵團 四塊麵團出來的尺寸都會是一樣的了 這條糞便很適合這些手殘的人用 所以就算是新手的朋友 也不需要擔心不可以把麵團混合到同一個尺寸 那幾不如人呢,就唯有動動腦間想想這些的辦法了 難道每個人都好像Ju Sir那麼厲害嗎? 對嗎? 那又或者呢,都有另外一個做法的 那這個做法呢,其實跟之前那個都相類似的 首先我們都是把麵團混合成一個圓形先 然後呢,也是一樣的 把碟蓋上去 然後再切走多餘的部分 如此類推這樣做 那這個做法呢,我們就要切四次 那剛才那個呢,切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呢,也是一樣的 塗上栗子蓉 那這次呢,為了增加麵包的口感呢 我就放了一些栗子碎下去 這樣吃下去呢,就更加有栗子的味道 還有呢,會不會那麼膩的 不過這些都是隨你個人的喜歡的 你不放栗子啊,你放其他膩都可以的 那現在呢,就到了編織的部分了 我們呢,把一個小小的杯子放在麵團中間 用力壓一壓去做那個記號先 如果你這個記號呢,抹尾了 那你稍後編織出來的一個雪花包呢 就不漂亮的了 接著呢,再在麵團的東南西北四邊 切一下 接著再在每一份裡面呢,切多一下 令整個麵團變成十六份 把整個麵團變成十六份 把整個麵團變成十六份 最後呢,再在每一份裡面 再切多一下 令整個麵團變成十六份 現在拿著兩條麵團,然後向外扭 扭完之後,再黏緊收口位,記住黏緊一點 否則你待會發酵的時候,它就會彈開 做形完畢,把麵團放上去的烤箱 進行第二次發酵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入爐前,在麵團上灑上高筋粉 營造雪花的效果 然後就可以將它放入,已經預熱了200度 在焗爐內,焗15分鐘 假若你做一大個雪花包的話,焗的時間會長一點 可能是20至25分鐘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希望大家會喜歡 詳細食譜已經寫在妙術欄 大家記得按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